有請編號寺的吳敬文 學 大學主席 各位評審老師 後在座的老師和學生們 大家早上 一百分 一百分啊 這是多少後面以致的一個完美分數 沒有錯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百分 一百分的定義到底是什麼呢 拿到一百分 難道就會很開心了嗎 一百分並不代表我們成果 有些人 覺得他們一生中沒有拿過一次的一百分 他們就覺得自己很失敗 其實 這是錯誤的觀念 我覺得 一百分 拿到了 也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開心 因為我覺得 拿到了一百分 心裡就會有虛榮感 讓我說一個故事吧 有一個男生 他在班上 是一個最聰明的學生 他幾乎每一次考試 他都會拿到一百分 可是有一次 他竟然拿到了九十九分 他覺得很羞恕 因為在他朋友的眼裡 他永遠都會拿到一百分 可是他這次竟然失敗了 他覺得很挫敗 他覺得一定是老師改錯了他的考卷 可是到最後 被證實的是 因為他的那一個字 他喜巧了一撇 就是因為那一撇 就令到他少了那一分 他就因此 覺得很失敗 覺得自己沒有希望了 這個 就是我所謂的虛榮感 拿到了一次的一百分 他就會永遠的想要拿一百分 如果我們永遠都拿一百分 那我們不是沒有目標了嗎 不拿一百分 就代表我們有進步的空間 就代表我們可以做的 要比這次更好 平常老師在給我們停分的時候 無論是繪畫還是歌唱比賽 老師都會對我們 放了一點點的保留 因為他要讓我們 知道我們還有進步的空間 我們並不會因為拿到了那一次的一百分 而感到很成功很驕傲 他希望可以讓我們再次的進步 讓自己購上一重龍 就算我們只拿到九十九分 我們也應該把那九十九分 當作是我們賣相成功的踏腳石 沒有人一輩子都能拿到一百分 總會有一次拿到那九十九分 只是九十九點五分 可是我們會應該因此而放棄 因為那是領導我們賣相成功 賣相那一百分的踏腳石 那一條賣相千堂的路 拿到一百分 就代表你成功了嗎 不 一山還有一山高 如果拿到了一次一百分 你就興奮不已 那麼你下一次就一定不會再拿到 因為交兵必敗 如果這一次你拿到了一百分 你就應該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 雖然說一百分是領點 可是誰又說 你不可以超越這個領點呢 因此我們應該加倍的努力 不要和別人比較 別人那一百分又如何 我們的敵人 我們最大的競爭者是我們自己 就算拿到了一百分 我們也應該再加倍的努力 去拿到一百零一分 一百分不是終點 而是我們賣相更加成功的企業 謝謝